老闆喊冤真的不是故意 骗客人进门消费 故意搞价差 事情起英语 消费过的客人 碰网抱怨 老板这样做生意真的不好 站在店门口 看了餐点及价格 才走进去 吃到一半 发现墙壁贴的是新的价格表 算一算身上的现金不够了 原来摆在店外是旧的看板价格 店里面是今年初调涨的价钱 香菇肉羹60变70块 麻将面也涨了10块钱 肉圆涨5块 干连汤更是一口气 从40块涨到60元 两边的价格不统一 这样要吸引消费者 进去然后就又不一样 小时候会有两个价格 不会想要去变动它 可是这样子也会让人家产生误会 造成客人误会 老板金派塞 这间位于高雄六归山区的店面 因为是一人店面 从准备食材 煮面 洗碗 算账 都是女老板一手包办 碍于原物料不断上涨 今年初调整价格 不想再重新制作价格看板 就用手写粘天的方式 摆店外的移动板子 只是想让路过的客人 知道有这家店 忙到忘了改价格 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就价格的板子直接丢掉 不让坑观光客污名 继续流传 也感谢在地的老顾客 乡挺帮忙说好话 TVBS新闻 艾朝贤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